就算行动不方便 还是要亲自到蕃茄园看看 2016年0206地震 造成台南围观大楼倒塌 受灾户洪嘉义 今年新希望 就是找工作自力更生 而他的新挑战 就是当直播主 推销农产品 哇 真的很漂亮 然后啊 这边 它的种植呢 它是采用就是我们的 温室的种植 镜头前先小事伸手一下 虽然卖起玉女番茄 有点生疏 但架势还不错 洪嘉义当年实力逃生 大腿骨以下全部截肢 人生完全变掉 不过他不气馁 走出人生谷底 很感谢各界一直在帮忙我们 但是我觉得就是 帮忙也是有限 所以我就是跟院长提说 我想要工作 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那我在台南也那么久了 那台南的农测产品也很棒 那是不是可以借由这个机会 然后来院长就说 那我们就嘉义你来帮我们行销台南的农特产品 这样的心声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听到了考量洪嘉义的身体状况 为他量身打造这份农产推销员工作 用什么方式比较适合嘉义的身体状况 又符合他的专才 又可以帮忙台南市 结果国文他就建议说 来协助台南市的农产品 来架一个网站来协助台南市农产品 赖清德卸下行政院长职务后 回到家乡持续关心社会 台南优质农产品不少 有竞争力更需要行销 洪嘉义的加入 不只是完成个人自食其力的愿望 也透过他的生命故事 为台南农产品增加话题 创造更多商机 环宇新闻前言卫张正豪 台南报道